台湾展示全新自研武器 铁骑装甲侦查搜索轮式战车 然而所谓的台湾新型自研武器 装备的却是美国汉马上面淘汰掉的二手废料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妙 最近台军在台北航天展上 公开展示了自己的全新装备 铁骑系列战术轮车 说白了就是军用装甲吉普车 台湾军备局声称 该车辆装备由美军汉马车AMG发动机 这是一款马力达到205公率的 6500cc握轮引擎 整体防护采用的是高强度防护钢板 可抗7.62mm穿甲弹设计 这次展出的是原型车 样车已于今年3月完成测评 符合军种作战需求 目前已经开始批量装备台军 并且还表示 这款武器的性能远远超过大陆的猛式装甲运兵车 虽然说台湾军备局牛皮吹得整天响 把这玩意儿吹成了台湾自演武器之光 但是在台湾军队内部 这款武器收获的评价却是差评如潮 首先根据已经操作过这款武器台湾士兵描述 这款武器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 那就是电池设计外楼 作为一款先进装甲车 铁机在设计的时候就采用了车遥控枪塔与光电侦搜仪的设计 确保士兵可以在车内对外进行安全的锁地和射击 然而也不知道设计这个装甲车的人是怎么琢磨的 他们竟然把电池设计在了车辆外面 放在了装甲车的左后侧 一旦该部位遭到射击 整辆装甲车都会陷入失能的状态 台湾军备局知道这个问题吗 他们可太知道了 在站台上 他们特意把这辆装甲车放在角落 车体左后侧的电池盒位置 被巧妙地隐藏在了平面无法拍摄到的拍摄死角中 记者们完全拍摄不到 就好像是只要记者拍不到照片 就没有人能证明 这个装甲车有电池外露这个巨大的缺陷一样 只不过参展方仍旧忘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展会上可是有测试视频的 视频里直接展现了这辆车的360度全角度样式 在视频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被安装在车辆左后侧的外露电池 看到这里 我只能说这些设计师 与其说是5G设计师 不如说是射击游戏设计师 一款有着可以抵抗7.62毫米穿甲弹 护甲的装甲战术征搜轮吉普车 既然还有着电池外露这个明显的弱点 真的非常符合游戏敌方载举的设计思路 既防御力很强 但有着明显缺点 可以让玩家击败 除了电池外露这个缺陷之外 该武器还有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用的是从美军汉马车上面拆下来的老旧引擎 宣传的时候 台湾军备局说的那叫一个好听啊 美军汉马车原装AMG发动机 但是仔细想想 原装发动机的意思 不就是从汉马车上拆下来的 美军不要的二手老旧引擎吗 有一说音 很多台军基层士兵 甚至是基层军官都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新式装甲车 要采用汉马车的旧式引擎 而不采用新式引擎 其实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因为台湾军备局不是没有研发 而是研发不出来 根据原计划 台湾军备局将会和工研院 合作开发一款新型动力系统 用于这款装甲车 然而由于动力系统 原德标厂商交付样品 无法通过军规性能的要求 但是工期可不会等着台湾工研院 因此临时寻求 导内一家美国厂商的支援 但问题是支援归支援 之前的工期已经被浪费了 哪怕是美国厂商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给你变一个新型发动机出来 所以不得已 他们只能采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案 把厂里一个二手汗马车的发动机缠下来 装到了铁剂的洋车上 最终交付到工研院进行测试后发现 性能完全过关 于是乎二手汗马引擎就成了这款武器的标准配备了 这种二手拼装装备在台湾非常常见 所谓的勇湖主战坦克就是用二手巴顿坦克拼的 所谓的雄风导弹是用二手战斧拼的 美国之所以不愿意放弃台湾 遏制中国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上说 台湾也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二手救货倒卖市场 美国人把玩剩下的东西卖给台湾 让他们拼拼凑凑改装成所谓的台湾字眼 让美国人直接用废料挣了两笔钱 这样的买卖可比单纯报废合适多了 说到这里本湖也产生了一个怀疑 台湾高层真到底是真的想用这些装备武装自己呢 还是借着项目的由头给自己捞钱呢